最近陆阳的新电影立像了 这部电影本来一直都是在对接王俊凯的 但由于王俊凯线下发现这 项目也开始联系易阳千玺了 所以他这边就索性选择了退出 表示自己因为档期问题 无法配合该项目的试镜时间 对此线下也有一些易阳千玺 大凡表示王俊凯这是怂了 就怕自己人比人 或比或之后成为被淘汰的那一个 王俊凯确实是不想跟易阳千玺竞争资源 不过这跟怕他或者耸了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他跟易阳千玺的关系 自从两方工作室都指名道姓Battle之后 就进入了一种尴尬的状态 在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下去 事态难免会朝住失控的方向发展 所以倒不如他退一步海阔天空 毕竟自己始终是大一点的哥哥 可以让得也没必要非争不可 再者不管三小之现在如何各自为王 团始终还是没有解散 而且今年颇多大事 艰难结束之后市场肯定会大兴文娱活动 激励鼓舞群众 届时三小之多半是有合体的可能的 既然总要重修就好 那对王俊凯来说当然是已早不宜迟了 不过两家官司的事情 王俊凯最好还是费心斡旋一下 否则为了弟弟开心就让粉丝觉得有背叛感 那一枪真情好意就有可能滋生心的是非了 三亿杨千玺会闹到要团队下场 彼此打脸的程度 想必当事人自己也是始料未及 他们并肩从第一处走来 熬过了仅有西光的暗夜 如今前方都是康庄大道 实在不必为了些此虚乌有的事情 搞得前恩尽弃嫌隙暗生 年轻人的团队下车